表 大家思考一下 你说相对于记录来讲 表它是不是是不是一个容器 也是一个容器 对不对 只不过这个容器上面有结构了吧 对不对 表其实就是一个有结构的容器 所以说大家想想 我们对这个容器操作 无外乎是不是也是 创建一个容器 然后呢规定一下容器的结构 对不对 然后删除这个容器 修改容器的结构 等等什么这类的操作呀 表是记录的容器 数据库是 谁的容器 数据库 表的容器吧 对不对 数据库是表的容器 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下 当我们想要创建一个表的时候 想要操作一个表的时候呢 你应该规定第一件事情 当前表是属于哪一个数据库的 这点一定要知道 表是 数据库是表的容器 因此啊 因此啊 呃表是必须干什么呀 属于 某个 数据库 因此我们想要创建一个表 是不是必须要表明当前的数据库才可以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做了一个 一般默认的一个操作啊 通常 在进行表操作的时候 操作时都会 指定当前的 默认 数据库 就指定一下啊 要不然的话 你不指定的话 那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会导致你在操作的时候 都必须要指定当前表是属于 哪一个数据库里边的 咱们可以看一下 什么意思啊 举个例子 这是我当时已经进入到这个 麦色谷服务器段 可以连接上了吧 对不对 那现在咱们看一下第一个操作 当前的什么呢 叫做创建表 创建表和创建我们当前的 这个数据库的语法一样 只不过表叫table 而数据库叫database 刚才我们见到那几个单词 drop create altern 还有一个 show 对table 同样使用 同样使用啊 所以说你学一套 基本上第二套就可以了啊 那因此大家思考一下 创建表你能不能帮助我想到是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命令 correct啊 table 然后什么样 是不是table name 对不对啊 表 表是用于规定记录结构的吧 对不对啊 所以说表应该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什么部分呢 结构 结构指的是列还是行 结构 结构 是不是列对不对 一列一列一列 行是数据对不对 哎 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什么呢 列的结构 哎 列的结构啊 列的信息 再往下来啊 表创建完了 大家思考一下 定义完了 那是定义完了这个表的结构吧 对不对 就像数据库一样啊 表也有它这个什么呢 表选项 表信息 数据库有数据库选项 对不对 表有这个啊 表选项 也是一样啊 默认的 可选 咱们举一个小例子啊 举一个小例子 往这来啊 我现在想保存 班级的信息 比如咱们有php0331版 对不对 咱们有这个php0228版 那如果说我想做一个数据库系统 我把咱们所有的班级都保存起来 大家思考一下 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干什么 是先写create语法 还是先分析这个实体 实体的属性 是不是你应该先分析一下 这个实体应该有哪些属性啊 对不对 所以说创建表 创建表难度在这呢 它不在语法上 语法再长 那也是死的 困难的是 究竟你应该怎么去创建 这个实体的属性 这个是比较难的 这个是比较难的 所以说你再往下来之前 你应该先干什么呢 先分析 需要保存的实体数据 需要保存的实体数据 拥有哪些属性 然后呢 这些属性应该如何保存 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简单分析 我们要保存这个 班机的信息 那我们分析一下 大家思考一下这个班机 班机有没有班机的名字 有没有班机的这个开课时间 应该有吧 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0331 显而易见 它是不是就是2013年 3月31号开的班 对不对 加拿大还有没有可能 大家思考一下 有没有可能有人数 班主任 任科教师 是不是都有可能存在 对不对 你要去分析 你要去分析 比如举个例子 咱们刚才所说的 那你说这个任科教师 是不是适合保存在 这个班机的实体里面呢 看上去是适合的 因为任科教师 只能叫一个班机 对不对 他的问题出来了 我还有可能叫什么样 是不是叫别的班机 对不对 也就是严格意义上讲 任科教师与这个班机之间 它是两个实体吧 对不对 两个实体的话 你要都保存到一起的话 是肯定是不行的吧 对不对 这社交就是要分析 那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也没发现有什么 咱们有两个吧 第一个是班机 班号 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叫做 班机的 开班 是不是这两种形式 对不对 我认为有这么两种形式 其他的咱们再说 咱们不是设计 只是说创建怎么创建 那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下 如果我们已经分析出来 就有这两个 就有这两个属性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什么 已经确定了 是不是结构已经确定了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就可以 把这种结构去创建出来 还是一样 起名 班机班号和开发日期 是不是都要起名了 对不对 都要起名 咱们开始 Create table 班机 PLP class 然后加一个括号 括号里边存的是所有的班机信息 再往下 就班机的这个结构信息 结构信息 我们也叫做列定义 咱们刚才说了 应该最起码有一列是什么列 班号吧 对不对 那应该叫做class 那么可以吧 同样大家注意一下 刚才我们是不是之前讲了这个数据库的标志符 正说了数据库的标志符 这个里边强调一下 数据库的标志符 表的标志符和列的标志符 规则一样 规则一样 只不过是什么呢 只不过是像这个 我们当前的字符的标志符呢 它可能不区分 它有写 因为字符的话呢 不会形成一个文件名 而这个叫做表名 或者是我们当前的数据库名 都会形成磁盘系统上的一个文件名 所以它区分代表写 PHP 麦塞工内部是不区分代表写的 完全取决于当前的操作系统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class number 大家注意一下 关于我们当前列的定义 需要指明一下 有这么一些东西 首先是 列名 列名后边跟着 空格后面跟着什么呢 数据类型 也就是说 我们当前的MySQL 可不像PHP那么容易 PHP在创建一个保存数据的变量的时候 又没有指明数据类型 而这个MySQL怎么样 当你想用一个字段去保存数据的时候 你要指明起数据类型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往强类型和弱类型上靠的话 这属于什么类型 强类型 对不对 强类型 一定要注意 再往下来 还有叫做类的 类的属性 我们也叫做 约束 大家注意一下 是不是可选的 对不对 给它空这 空这 咱们会有专门的账战区讲解的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 多个列之间就像数组一样 使用这个叫做 逗号来 分割 逗号来 分割 再往下来 那下面问题就变得比较简单了 我要class number吧 对不对 那大家思考一下 咱们的class number 我们认为是PHP 0331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一是字符串 类型还是整形 0331 它也不是整形 对不对 应该是什么样 是不是字符串 对不对 这种编号的话 几乎都是字符串 就像学号 大家可能以前用过什么学号 2004 什么什么东西 那也不是一个整形 整形的意义 在能加减成熟运算上 对不对 那个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字符串的话呢 这个地方稍微给大家 没有讲到 列类型 稍微提示一下 简单的 这个叫做 字符串类型 是哪个标志呢 我差 咱们再往下 还需要一个 什么 是不是开翻日期 对不对 再往下来 过来 日期类型 对的 这个比较简单 都很容易 我差的话 比较麻烦 我差 但是写起来也比较简单 大家先往这看 我差 我差的话 它有一个参数是 规定我们当前 这个数据 所能保存数据的 最大长度 最大长度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认为 PHP0331 将来有可能 有十个字符 或者是多个字符 那我认为 它不会超过 二十个字符 二十个字符 就可以这么去写 二十字符长度 而不是字节长度 什么意思 保存汉字 保存多少个 英文字母 二十个吧 对不对 字符长度 而不是字节长度 要搞清楚 长度 基本上这个意思 上午 讲字符算的时候 说过 对不对 再往下来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 是不是开办日期 对不对 Data Start 可以吧 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Data类型的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最后一个字段 后面不能有 逗号分割符了 它不像是PPP的数组 大家思考一下 PPP的数组 后面可不可以有 预法人可以通得过 对不对 它这通过不了 加上 后面跟的是 就有什么呢 是个表 语句结束 首先是对不对 语句结束之前 还可以有什么 是个表选项 对不对 也是一样 比如说是字符级了 校对规则了 等等这些表选项 还是一样 我们先省略 先看一下 这个实际的效果 大家注意一下 此时是不行的 此时是不行的 因为刚才一直在强调 我们当前创建的 一个数据表 它严格意义上讲 是不是应该 依赖于某一个数据库 对不对 那你说我当前 创建PPP class的时候 只没指明 谁是它的数据库 是没有指明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往这来看 可以通过点语法 指明什么呢 数据表 所属的数据库 非常简单 就是库 点 表 Data Base 点 table 那我想问大家一下 刚才我创建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创建了一个叫做 PPP1的数据库 对不对 那我现在想要给它放到 我们当前的 PPP1里边 就应该怎么写 写出来了 我都 就差 前面是什么 酷是谁 然后 点 是不是这么写才对 对不对 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执行一次 语法错误一下 不管 再看 粘贴 这是我刚才 写好的吧 对不对 注意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 PPP1 大家看这个结果 看这个结果 唯一执行 他提是什么 是不是成功了 对不对 成功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我不这么写的话 去创建语句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后果 语法除了这个 这个地方之外 什么都没有吧 对不对 什么都没有 不同的地方 大家注意一下 你看他提示的是什么 有没有选择数据库 但是没有选择数据库 可不可以创建成功呢 我这也没选呢 创不创建成功 那是因为我创建的时候 指定了什么 是不是指定了库 对不对 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情况 创建数据库 与我们当前的 默认数据库的一个关系 那大家先再想一想 我做了一个 这么类似的操作 它可以创建数据库了 可以创建数据库 下面的某一张表了 某一张表了 我当前指明指明 谁是默认的数据库 为什么可以创建成功 那是因为我在指明表明的时候 是不是强制指明了 当前表属于哪一个 库里边的 对不对 那现在没指明的话呢 基本上就创建不成功 所以说呢 我们有一个操作 叫做什么呢 叫做会指明当前的默认数据库 怎么叫做指明当前的默认数据库呢 有这么一个语法叫做 柚子什么呢 第一边 那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不选择数据库 能不能对某一个表情操作 我们柚子数据库 可不可以对表情操作先说 我刚才创建了 可不可以操作 可以吧 对不对 选择了数据库 只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只是当前在查找表的时候 以当前的默认数据库为参考标准而已 其他的没有任何含义啊 没有任何含义 所以说这个地方可以再往上说一点 只要我们连接上了当前的这个MASCO服务器 我们就可以操作整个服务器上的所有数据库 只不过在默认情况下啊 我们一般情况下 一个项目 它只与一个数据库确切相关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项目代码都会选择上 与当前应用相关的这么一个数据库 但是站在PP 站在这个MASCO的层面上 只要你能够连接上 你就可以怎么样 操作我所有的数据库 只要你能够指明表数据库这么一个 关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只是设定了默认数据库 不会影响操作其他数据库 一定注意这点啊 一定注意这点 咱们测试一下测试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当前 我再去诱字一下 诱字我们当前的哪个数据库啊 设PP1对不对 当前他提示什么呢 database 是不是趁着这个对不对 数据库已经发生了改变 一旦已经发生了改变呢 就可以写这么一个语法了 但我这看 PP class 那我这个地方为了保证 它不能名声冲突 我给它叫做 IP class class 表明不一样 但是结构一样 对不对 这没有关系啊 我创建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当前已经在 PP1的环境下了 我一粘贴 大家看 可不可以创建成功啊 我没有指定数据库名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不对 那是因为什么 是不是选择了数据库 对不对 我再做下一个测试 我当前已经选择了 默认数据库 那我可不可以在 其他的数据库里面 进行操作呢 测试一下呗 再去创建一个数据库 同时我指向一个 当前的数据库的名字 这有哪些数据库呢 咱们看一下啊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1234的吧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这个结果啊 那你说我这么写行不行 加什么 对啊 别忘了 加上 翻译 就没有问题啊 所有的标志符 甚至我的表明 也可以加上 翻译 一定要注意啊 表明也可以加上 但是这个表表明 没有什么问题吧 对不对 咱们先不加啊 先不加 看几个结果啊 我当前已经 右字数据库了 我再次执行 穿不穿前成功 那我想查看一下 我先进到哪个表 哪个数据库里面呢 1234里面 对不对 怎么办 大家应该能想到 so databases 显示所有的数据库 对不对 so tables 是不是所有的表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就创建出来了一个表啊 所以说我们当前的 右子语法 只影响默认行为 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行为 只要你能够正确的书写 全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最后一点啊 最后一点 把这个操作给大家描述上 指明的时候 如果什么呢 任何的标志符 出现了什么呢 特殊 字符 特殊意味着有关键字 或者是一特殊符号 你需要怎么样 缓引号 包裹 这个地方要额外强调一下 大家看这个语法 那如果说此时的数据库名 以当前的这个表明 同时是非法自符的话 那我应该是同时包裹 还是一个一个的包裹 这叫什么包裹 这叫同时包裹 对不对 我还是应该这么包裹 一定注意啊 应该一个一个的包裹 要不然你要是 你要是不一个一个的包裹的话呢 他就会把整个这个字符串 认作是当前的表明 因为是创建表嘛 对不对 因为这表明啊 一定要注意 要注意 要注意包裹 不同的 不同的标志符 分别 包裹 就这么一件事情啊 然后大家就可以下课休息一下了啊 咱们一会接下来继续 点子 你手 Male Some 你手下包裹 不知道 小刘 一点 u